HELLO 大家好 今天邀請鄭醫師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鄭醫師最近遇到什麼病人比較多? 現在都是時下的工作人員 打工仔多的 他們有什麼問題? 他們多數因為壓力大 導致容易失眠 頸筋膊痛、腰酸 這些多數會發生的 頸筋膊痛又失眠 會影響工作效率 那怎樣可以幫到他們? 是啊 不過不用怕 通常都是用頭針來解決這個問題 頭針是什麼? 頭針是用頭針的針 針在頭皮下 頭針非常安全 因為頭皮下有頭蓋骨保護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健康又快 不會針到腦部嗎? 不會的 鄭醫師現在想問一下 頭皮針有什麼作用原理 可以幫助病人? 頭皮針可以刺激頭部的經絡 能夠改善失眠 頸筋膊痛 如果大家睡得好 精神爽力 第二天工作也要事項功培 那小朋友呢? 可不可以嗎? 小朋友經常讀書 收到精神 很大壓力 可不可以幫到他們? 其實現在很多中學生 都用頭皮針去針 接近考試時 經常用功 他們都用頭皮針去針 加強他們的記憶 時下有些OL 經常吹冷氣 手腳冰冷 或者臉色蒼白 可不可以幫到他們的頭皮針? 可以呀 透過頭皮針 針到臉色的紅潤很多 那頭皮針對老人家 會有什麼好處? 其實頭皮針更加適合於老人家 可以預防中風 老人痴呆 以名以農 還有脫髮 都可以改善 請鄭醫師幫我們做個總結吧 時下有很多打公仔 都公正壓力很大 很多小毛病發生 我們趁小病 我們要及早治療 避免導致大病 大致上是這樣 好啦 今天差不多了 多謝鄭醫師跟我們上來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